當初談這本書的版權的時候 應該也有一個很大的波折 這套書本來不是賣給他們的 光磊其實是國內最厲害 最專業的版權經紀人 這套書當初拿到蠻有趣的 這是2012年 然後也是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國外就資料就發過來 然後說這個剛賣給美國的一個出版社 那通常國外他們都是 他們賣版權是離出 就是說美國一個出版社簽下一本書 到他出版可能還有一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其實當時我們除了一份稿子 什麼都沒有 就你也不知道說這個書在國外 因為還沒出版 那你也不知道說出版以後會賣得怎麼樣 純粹就是憑那個稿子 那你就是要看 那所以你的眼光要很好 對 問題是我們一天其實收到很多的稿子 你絕對不可能每份都看 對 那你就是變成說 你要先做一部分的篩選或過濾 那當時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第一個 我的第一反應是科幻就票房毒藥 那你現在有一本還沒有出的科幻 又是一個新人 不會有人看 所以我本來完全沒有想說 要很優先的來處理他 結果後來是有一天就想說拿起來看一下 一看就覺得說一發不可收拾 驚為天人 覺得是神作 那那但是呢 好看完了怎麼辦呢 看完他依然是一個還沒有出版的小說 那你要去吸引出版社 你沒有任何的條件去跟他講說 什麼賣的電影版權啊 什麼賣的五十國版權啊 什麼紐約時報參考書 所以就只能高聲疾呼 那我高聲疾呼的方式就是寫 非常長非常詳盡的書訊 就寫一個五六千字的文章 介紹這個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三四家出版社都想要 對 那那時候大家就最後就是競標嘛 那獨影那時候是第二名 所以沒有拿到 對 結果那個出版社簽了之後 過了一年 那個路線整個被砍掉 也就是說他簽了之後 但他最後他決定不出了 那於是我就好啊 那就回去問他說 這個現在你還要不要 當然要 於是就給他們了 對 那這個是距離美國出書還有一年 美國至今 美國是今年一月 今年二月出的 所以其實我們蠻快的耶 對 我們因為我們等於是去年四月就 就讀影就決定接手了 是 然後就開始準備翻譯了嘛 對 那也很快就敲到一折不錯的檔期 對 所以變成中文版等於只比英文版差了六個月左右 然後是全世界第一個翻譯版 版本 對 全世界第一個外語版 這要謝謝讀影了 對 謝謝光磊 我知道光磊好像從小就打科幻電動玩具 比較是奇幻電動 奇幻電動玩具 所以因此喜歡上這個類別嗎 對 有沒有關係 你剛好講到就是說 一般人講到科幻會覺得 好像很多科學名詞 有一個門檻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的障礙 對 我雖然以前還是念 還是高中還是念自然組的 但是就其實理工科就一直不是還有興趣 所以我自己讀原文的科幻小說 我也有 會有同樣的問題 那些名詞我一個都不懂 我還要去查 然後覺得很累 我覺得那個可能就像是很多人覺得說看科幻很累的障礙 那這一套書 他的名詞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也都還蠻好懂的 他其實是一個可能更偏向奇幻的 對一個科幻 他裡面不會跟你解釋說什麼重力靴是怎麼做的 然後用什麼什麼器材什麼科技 或是什麼脈衝刀是怎麼樣 他都不跟你講 他就告訴你有這個東西 然後很厲害 就這樣 所以其實很容易進入 那那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是他有科幻的特色 但是又有奇幻的一些好進入的 相對容易進入的這種條件 所以就覺得看得很開心 莫甫是其實是國內非常知名的推理小說的專家 大家這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為什麼你會喜歡科幻這個類別呢 我其實幾乎什麼都看 就是我大概什麼類別的小說都看 那科幻其實我覺得 剛剛光磊提到的那種障礙 或者是惠琳提到的那種障礙 其實我覺得有一部分可能要歸咎到我們的科學教育 就是我們把那個東西變得有點討厭 有點無聊 那不有趣 那事實上科學是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我一直是理工主 理工主講些話 你是真理工主 其實我在先前讀的時候 比較比較像是 我沒有分什麼類別 反正就是亂讀一通 那有幾個科幻的故事 我覺得有趣 那所以我會稍微比較留意 我覺得一直讀到大概美麗新世界跟1984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科幻小說的作者們野心非常非常的巨大 1984算是科幻小說 是是科幻小說 他是反烏托邦的十三大經典之一 是 我就發現雖然說他們提了一些科學的設定 但那個科學設定其實不完全是他們要講的重點 他們要講一個很大的東西 要講一個社會體制的問題 要講一個人在那個社會裡面怎麼樣去生活的問題 讀起來還是非常的有趣 那因為這個人的遭遇 所以你會知道說他有些故事起伏的情節在裡面 他不是一直在講非常宏觀視野的那個社會問題 然後從一個人的 還是有人的故事 那整個看了你就會發現他講了一個好大的東西 然後一直到更後來比如說讀愛希莫夫的基地 你會覺得真的是太厲害了 就是他用幾百頁的篇幅 其實不後基地的第一集其實非常的算是薄的 對他大概兩三百頁的篇幅 然後講了人類大概兩三千年的歷史 他非常厲害 就是跳得非常輕快 然後一次一跳就是五百年過去 而且這個愛希莫夫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寫下那個小書的 你會發現這些作者才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我會對科幻有興趣 都完全在說 他們怎麼樣去利用這樣子的設定 他們先做一個有趣的科學 跟科學有關的 或許不那麼科學 但是看起來科學的設定 然後他們利用這個設定去看一些社會上的現狀 看起來似乎就好像不是我們這個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在鼓子裡他都還是在講我們這個人間發生的事 對 其實剛剛臥甫用了一個比喻 我覺得超棒的 就是《笑傲江湖》這個小說 對 它事實上是一個武俠小說 可是它也是一個政治的小說 對 它不是在教你練功夫的小說 對 對 對 但是即便你把那個政治的那塊 那個各大門派在爭 爭名奪利 師傅跟師傅鬥爭他的土地等等的那一類 你拿掉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很棒的人 對 有故事情節的小說 就是讀者們如果沒有意識到那個政治的部分也ok 他還是很好看的小說 對 或者是讀者們非常focus在愛情的部分 我覺得那也ok 對那也是一個看的方法 對 好 最後作為一個讀者啊 可不可以請沃甫跟我們提示一點點 因為這個書到最後對他已經考進去了那個學院 然後大統領要收他進來 我們這個最高的體制裡面 他後來怎麼樣 可以講一點點嗎 第二集有一些東西可以說啦 是 就是雖然第一集裡面 最後戴若算是成功的進入了這個進度的階級 然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但是第二集他可能會 可能會被發現 他的身份可能會破掉 這就緊張了 對 但是在什麼時候出現不曉得 就是作者在訪談的時候 他提過這件事情 就是他不會非常 向他計畫非常順利的把這個東西做完 對 他會出事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國外記者也問作者說 那第二集死了多少人 對 跟第一集比的話 怎麼怎麼樣 對 第一集感覺上他毫不留情的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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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現在有一批美國的年輕一輩的科幻 幾萬作者 都是可能現在才二十來歲 甚至三十出頭 他們都是看著冰與火之歌長大的 是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學到了馬丁殺人的這個 發便當不手軟的這個 這個壞習慣 沒錯 忽然一集過去他就死了 對 所以就是他們嚇殺手都嚇得蠻 蠻狠的 讓人就覺得說 真的 你好 你蠻厲害的 這也是我其實覺得我自己讀飢餓遊戲 我會覺得不過癮 因為他的問題我認為是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青少年小說 你有些尺度是不能跨的 那問題是你描寫的那個飢餓遊戲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殘忍的東西 但你又沒有把他真正的東西寫出來 對 所以會讓我覺得那個是有點假 那我覺得紅星革命就是毫不流行的說 就是這麼回事 把他寫出來 所以作者的答案到底是死幾個人 作者說 沒有講吧 還是不要知道了 我之前還有朋友說 他覺得以第一步這個結局 就是說他成功混進去變成進都的議員了 其實真正好看 或是說真的最有可能發生的 其實是他就腐敗了 我們就非常期待 因為這是首部曲 然後期待讀飢之後再帶給我們更精彩的 續集的續集 對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渡輔 謝謝光磊 謝謝 謝謝 蕙琳 謝謝